大家好,我是东哥 今天一个客户带了一家人过来 专门来上门挑狗的 从济南赶过来的 他们是先去了沛县的狗市 到沛县去了一趟 应该是没有挑到合适的 所以说出了狗市 给我打个电话 问我家在哪里 发了个位置给他 直接到我这边来了 没有提前跟我说 也是比较仓促 家里面也没什么狗 现在就一只边墓能卖的 他也是专门来买边墓的 这个客户是济南的 加了微信也就问我一次边墓 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今天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要上门来看看 本来我是不想让他来的 第一个是我家里现在确实也没什么狗可以卖 也就一只小边墓了 而且还是人家已经预定过的 预定过了 但是那个客户有点模棱两可的 到底要还是不要 他还没有确定下来 所以说也不一定能够卖给他 另外呢 其他的都是人家预定过的 再一个就是他从狗市出来的 说实话 你从狗市来的 你不想让他进我家 我家里面那么多狗 谁知道他到狗市里面 是吧 会不会带点什么病毒啊 什么东西的过来 他是说 他到里面就没有摸人家的狗 没有碰人家的狗 就在里面看了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他不保准 你知道吗 你可能你就到里面转了一圈 你身上可能就带了什么病毒 幸好呢 我家的狗都是按时打疫苗 都有这个抗体 不然的话 我真的不会让他来 他说你就过来看一下 买不买不一定 来就来吧 然后到我家之后 第一眼就看中了 别人客户已经预定过的 一只边墨 我说这个 不管你出多少钱 我都不能卖给你 人家已经定过了 对吧 你出在座的钱 我没法跟人家客户交代 现在就只有那一只 就是他现在 他怀里抱着这一只狗 能卖 而且我还得给人家那边客户 打个电话问一下 到底还要不要 不要的话 我把定金退给人家 这只狗就卖给你 如果说人家还要的话 家里面的狗 现在一只都不能卖 一直都不能给你 后来给那边 一沟通 他干脆说 有人买的话 他就不要了 本身他定这只狗的时候 定了以后 就有点反悔了 但是 因为我说定金不能退给他 所以说他也是硬着头皮 把这只狗接下来 但是现在有人愿意买 我还能把定金退给他的话 他就无所谓了 所以说 就这只小狗 卖给这个大哥了 另外把之前人家客户定的 就定金就退给人家了 大老远从济南开车过来的 也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啊